如果一个现代人和古人比兵法 你猜会是谁赢 小川从21世纪穿越到了秦朝 拜了项羽的叔父为师 武功是学会了 人也被惦记上了 这天小川发现 在自己穿越的宝盒上 有汤乌山三个字 他欣喜若狂 觉得自己终于能回家了 但小川作为21世纪的智慧代表 项梁早就发觉他智慧过人 想方设法阻止小川离开 项羽也出言挽留 但小川哪里懂得打天下 打的游戏还差不多 不过小川是向南的徒弟 要想走也得按照试归来 他必须闯过三关 第一关是考兵法 幸好小川平时爱看百家讲坛 对孙子兵法倒背如流 刷刷刷的就答完题 范增越卷后连连赞叹 以小川的兵法谋略 将来肯定能成为数字俩的得力助手 所以第二关无论如何也要把他留下 于是项羽就提出和小川举顶比利器 这可是他的强项 只见项羽先用肩膀怼了怼 然后以力拔山西的气势 举起了千金大顶 力气比不过 气势上也不能输 小川脱掉衣服 爬在地上坐起了俯卧针 但项羽只是轻轻一拍 他装出来的威武就瞬间垮掉 小川不服气地走到顶前 直接上脚踢了一下 然后又试着举了一下 结果吃奶的劲都用出来了 大顶还是纹丝不动 众人哄堂大笑 小川突然灵气一动 他用身体量了量顶的高度 怀抱着估摸直径 在地上算出了顶的大概重量 然后他做出一个大杠杆 把顶固定在一端 拽着另一边的绳索 轻轻松松地就拉起了千金大顶 果然老师说得没错 学好处理话 走遍天下都不怕 小川轻松地坐在木棍上 这样算举顶的时间 肯定是他获胜 但项羽却说小川在作弊 小川 你是根本不是举顶 你是偷情取巧 这时范真说了句公道话 小川只是巧妙地利用了规则 但项羽还是不服气 反被叔父教育一番 羽儿 你靠一介武夫之力 只能举起一个顶 可是一个国家 一个设计呢 靠匹夫之勇是没有用的 要靠智慧 要靠谋人 现在小川已经闯过两关 最后一关项羽不能输 范真也很赞同 但项羽一身正气 小川还救过输这俩的命 他绝不会耍阴谋手段 第三关以武功论胜负 范真想了个诡计 比武过程中刀剑无眼 难免会发生意外 让两人牵下身死状 项羽吃准了项羽 争强好胜的性格 他就是死 也不会接受别人打败 他不会故意输给小川的 今天小川 不是被打败 就是被杀死 要么留下 要么丧命 这就是范真的计谋 小川和项羽骑上马背 手持长枪 跌落下马就算输 直到分出胜负为止 小川哪里是项羽的对手 只见他拿着长枪 来了记忆横扫千军 差点把小川击落下马 好歹是救过自己性命 项羽也不忍再下手 他劝小川偷偷逃跑 见小川态度坚定 项羽看了看身下的马 还是决定帮他一把 第三回合两人还没开始交手 项羽的坐骑就一身悲鸣 连人带马摔倒在地 虽然无奈 项羽也只能宣布小川获胜 晚上还送来了衣服和盘缠 看着不舍的项羽 范真也告诉了小川真相 原来项羽的马莫名跌落 是他不忍见小川送死 所以硬生生用双腿夹死了马 尽管小川充满愧疚 但还是决定要回家 第二天 他和项羽结为异性兄弟 拱手败别后就策马而去